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几天轰动全国的 嘉评溪谷溺水事件 2019年,不会游泳的39岁姨某 与妻子李某 李某的友人来到 和我嘉评的一个溪谷游玩 但是姨某在跳水过程中 不幸身亡了 当时警方的结论是 一场意外事故 但是在5个月后 姨某的妻子李某 向保险公司申请了 巨额的保险计 据了解在老公姨某身上 有着8亿韩币的生命保险 但是因为怀疑妻子的行为 有点不对劲的保险公司 迟迟没有付保险金给这位妻子 结果因为拿到保险金 而愤怒的妻子 就将保险公司 故意找理由不想给保险金 这个内容 举报给了很多电台 而韩国最著名的 时事追踪节目 也接到举报后 报道了相关内容 在《QQC》的节目后 这个事件重新引起了 很大的争议 结果在检方的重新调查后判定 当天在西谷 是妻子与妻子的友人 也是妻子的外域男的招谋 故意让尼某挑水后 没有去救他 导致不会游泳的尼某 就那样沉入水中了 甚至在调查中也发现到 妻子李某之前也有过 将有毒性的河豚鞋 掺杂在饮食里 让丈夫尼某吃 也在钓鱼场 故意退不会游泳的丈夫下水等 前后两次试图犯案的证据 而妻子李某与外域男招谋 在去年底接受第一次调查后 就逃跑消失了 3月30号 韩国检方公开了 根据媒体报道 妻子李某的前夫们 也都遇到了不好的下场 2010年 第一任前夫在仁川 因车祸而身亡 李某拿到了保险机 2014年 第二任前夫在泰国度蜜月的时候 因潜水事故身亡 李某拿到了保险机 2019年一某 西国跳水中身亡 李某没有拿到保险机 其实李某在2015年 也有过第三任丈夫 但是在婚礼后 第三任丈夫的嫁人 怀疑这是诈骗婚姻 而解除了婚姻 最后就是 在这个事件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后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2002年3月 妻子李某出演了 NBC电台的Love Ops节目 这是帮助社会弱势们 重建俱佳的节目 而当时是小学六年级 13岁的李某 与下半身有麻痹症状的 父母亲一起出演了 在节目结尾的时候 李某看着重建的房子后 对制作组说了 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妈妈 像今天一样 流着泪说这么多话的样子 我以后长大了 也要帮助有困难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又邪恶又笨 因为没能拿到丈夫的保险机 自己先向媒体报案 结果在媒体采访过程中 发现很多地方都不对劲 一直追查 才被落网的案件 20年前的李某 是怎么成长的 变成这样的一个犯罪者了呢 哇 解除婚姻的那个人 真的是好险 把前夫们都当成是提款机一样 真的是太可怕了 恶魔不是在地狱 而是戴着人类的面具 活在我们身边 希望能尽快逮到这两个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回归的两组爱豆 Exo Suho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流泪的女爱豆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